欢迎锁定金融曼哈顿 我是Amy 今天台股开低走高 走盘是一度破了13000 中场有一度有翻红 那最后中场是收在13081点 哇股市专家要告诉投资朋友 危机就是转机 到底怎么做才好呢 马上来欢迎股市长城均软卉智老师 对所以今天的话呢 大家一定觉得盘中的话 觉得非常的惊悚 因为今天的话呢 在盘中看到12991 13000点呢 今天就早盘的时候应声破掉了 那破了之后呢 好在今天盘中的时候 就开始往上面拉抬 好那一度刚刚讲到有翻红 但是尾盘的时候收盘 今天还是下跌了24点做收 好那么当然感谢乖离很大 这个就是毋庸置疑的 因为呢三天之前 三天之前的时候 那么这天收盘是13892 也就是说呢 一天两天三天到今天的低点 好三天已经跌了901点 好所以关离大的时候 他自然就会反弹 那么当然个股上面也会反弹 好不过这个礼拜还有很多的一些事情 所以呢这礼拜应该算是这个消息面影响比较多的时候 好因为今天才礼拜 今天才礼拜三而已嘛 那接下来有美国的PPI 那再来有美国的CPI 然后还有这个那个FOMC的会后记录 然后也到了财报周了 那美国的财报周 那美国财报周 其实现在重点除了电子之外 还有这个金融股 那因为呢金融股在过去的这一段时间里面 那国际市场变化比较大 好所以呢 有些金融股的一些平价的一些部分 那因为他们也投了很多的债 那再加上也有一些国外的部位嘛 所以呢这个金融股的这个对美国股市 那可能也会有些震荡 那再来还有我们双王法说 因为今天呢 已经12号了嘛 那明天就是台积电跟这个大力光的法说 所以短线上的话虽然关离很大 但是呢还不会马上就一口气反转 因为呢 这个礼拜要确定的事情 还比较多一点点 但是呢好的个股会先涨 好所以我说这个盘 那很多人都在问 其实现在优点是什么呢 现在是真的很低档 因为今年已经一口气跌了这个 从18000 1869跌下来 今天早上都已经破13000 所以呢这个跌幅确实是非常大 所以跌升是最大的利多 可是你不能只靠着这一个利多 你要把策略先凝定起来 因为你看今天即使是盘中拉起来 那么个股还是差很多 来我们之前跟大家谈了这个 大家最关心的这个美国的新的 这个晶片的这个禁令 那先来看看今天 我说你指标要看谁 对不对 先来看看这个 这是今天的创意 创意找盘的时候 其实它是一度有打开的 打开以后又跌回去 那所以今天收盘的时候 它还锁了1900多张 所以我觉得说你指标要看在谁 看在创意跟世新 他们两个的走势都一样 那今天早上都有一度打开 但是打开又会有锁回去 所以我就说呢 这个很多人在想说 美国会不会雷声大雨点小 他会不会就是讲了之后再来 后来不会真的这么做 我觉得这个你要先知道几个东西 那第一个这个IP的股票 那为什么他们打开以后又会锁回去 第一个首先来讲的话呢 他们其实都是之前 大家比较看好的 甚至连法人也是啊 所以之前很多法人也在那边嘛 那法人的部位高 你就会面临到一个是 法人停损的问题 那再来还有另外一个重点是 其实他们本来就是 比较有这个比较有梦的 可是这个梦在哪里 这个梦就刚好是在HPC嘛 刚好就是在AI嘛 所以说拜登做这个东西 他就直接打到那个梦嘛 那直接打到那个梦的时候 对股价自然一定会有影响嘛 因为本来他们也都是 本益比较高的 因为创意也好 世新也好 是不是 你看他们其实来说 他们的本益比都比其他电子要高 那比其他电子高 他不是没道理 因为以前他是因为有梦嘛 那可是这个梦刚好就是在HPC跟AI 那你今天这个拜登做的事情 你直接就针对这个打 对那你针对打的时候会怎样 你本益比就会修嘛 对不对 不管他最后结果是什么 好也许他做了一阵子以后 雷声大雨点小 或者几个月以后 他把它弄掉也不一定 但是呢 眼前你第一个会的就是 你的本益比就会下修嘛 因为你本来就是在 比较高的本益比 对不对 这里面的话像是世新也好创意也好 对不对 所以我就讲说 你看今天跌下来的时候 有没有今天打开打开出量嘛 所以他一定要回到前面低点附近嘛 对不对 那你再看看像是世新也一样嘛 是不是 世新也是连续两根跌下来 那这里都是有量的地方嘛 对不对 这里都有量表示什么 表示这里很多人买嘛 所以你短线还有筹码的因素啦 但是我说这个股票本来平价上面 它就是会看未来的成长性 那你当时的这一块里面最大的梦 就是在HPC 所以你这个东西一拿掉的时候 你要它怎么长 对不对 甚至应该是讲说 你第一个本益比就会面临修正嘛 那因为以前本益比都比较高 对不对 那就算后来事件变得比较 比较 比较这个雷声大雨点小 即使是这样 你前面还是会先面临到这个 你还是会面临到本益比修正嘛 对因为他们有些 比如说你三四倍本益比嘛 那三四倍本益比的话 那么你如果遇到这个的话 你会原来的先把它 先把原来溢价的地方先收回来 那溢价的部分你先退回来的话 你三十千人要二十 对不对 这个其实就差很多了 对不对 那后面怎么样就后面的事情了 对所以我就讲说 这股票市场里面的变化是很大啦 那当然首当其冲的 昨天讲一个就是IP嘛 对不对 另外一个还有谁 另外就是设备股嘛 设备股尤其是这个 跟先进制程相关的 对所以你看像加登今天也是跌比较多 对不对 那这个也是之前有没有 之前本益比比较高的啦 因为它之前最高的时候 到接近300块附近嘛 那那个时候的本益比就是快30嘛 对那你快30 那么当时的梦就是因为大陆 要扩很多大的晶圆厂 你要扩很多晶圆厂 但是这个东西就只有两家嘛 对不对两家一个就是它 一个就是这个这个英特格嘛 那这两家里面 你只有两家 但大陆要扩一堆 那扩一堆以后将来 是不是这个订单就会 你就可以吃到那一块 而且它也确实在往大陆走 那你现在那一块里面 如果扩晶圆厂这个地方 被阻碍 那你当然这个梦就会先打折嘛 所以股票有时候就是一个 很动态的观念 对不对 它当时之前 你在预期后面东西的时候 是照当时的情况 那现在新的变数来 你就要尊重它对新的变数来以后 你不能说完全不要管它 对不对为什么 因为它会有动态的调整 所以这动态调整就我刚刚讲的 所以股票里面操作 还是有很大的一个难度 那当然个股上面落差也很大 对所以这是很多投资人 想问的问题 是老师我要代表投资朋友 再提问一个问题 你知道其实像 不管美国是怎么做 一般投资人心态就是 我赔钱了 但是我不愿意出场 然后或者是就是 但是我觉得我现在 它就不会是这样子 我就是很不服气 对 那到底怎么办呢 对因为你看像现在很多人 就在讨论说 这个像是美国拜登 他用了这个东西出来 那结果本来有些强势 就跌下来 对不对 尤其是包括像刚刚讲的 IP也好 或者是设备这一些 对 那跌下来说很多人就觉得 会很生气 对 那我觉得其实股票是这样子 就是说基本上面来说的话 你要 你不管它有没有道理 你还是要准重它 因为市场上面很多人会 大家会停在原来的东西里面 就会变得很不高兴 对不对 因为你看其实 因为你没有办法拿它怎么样 对不对 拜登要做就是要做 对不对 他要这么做 你没有办法 对 那他要这么做的时候 会不会影响到整个产业 就是会影响 是 就算他后面不见得 真的影响这么大 就算他做了一下以后收回来 对 那都是后面的事情 对不对 但是他眼下一定会影响 所以他眼下一定要影响说 你就必须要有什么 你的策略出来 所以我说现在的盘来讲 这个这一季 这个当然它还在反映之前 所谓的通膨 但通膨我讲过 它其实是慢慢下来 只是它下来速度没有这么快 但重点是它又加了一个新东西进来 那加了新的这个美国的晶片法 加进来的时候 你的变数是改变的 对不对 你东西在改变的时候 你就必须要什么 就要有个新的硬堆之导 所以我才说 其实不管在什么样的盘式里面 最重要是你怎么去应运 对不对 你要有应对的策略 对不对 那再来的话 我觉得市场上你就是要尊重它 很多人讲说 这个跌下来我就是不甘愿 对 但是其实 你有一个完整的策略的话 你可以确保你后面 可以赚得更多 就像我常在讲说 现在你的策略就是 你要买的股票 你要买的就是 第一个成长性够的 那再来它的评价上面 后面有很大空间的 东西又够明确的 你有这些东西之后 这是第一个你要去布局的 那再来的话 你一定要保留一部分现金 对不对 因为个股还是差很多 那保留一部分现金 这个不是说留了一部分现金 你让你随时去 随时去这个抄底 是而是真的低点到的时候 你可以怎样 你可以一次大转 所以我说股票市场里面 这个你最重要的是策略 还有最重要是你的应对之道 对我常常讲说 每一次跌下来的时候 真正能够赚钱的人 是你有应对之道的 因为你现在怎么做 你把你该做的东西做好 对不对 就像我讲的 你该出的有出 该进的有进 然后再来你也保留足够的现金 那这样的话下一次你就是赢家 对不对 因为股票市场里面我常在讲 你看今年行情很差 但是这个明年 大家就是很好赚钱的机会 其实我觉得从第四季的下半段开始 它就会开始反映了 而且每一年都新东西 所以我说股市台北股市 其实你很少看到它连续坏两年 有啦 但是那就是慢慢坏的那一种 那它一次就跌很多的 你很少看到它连续两年 因为它那一年 前面那一年它就把后面反映了 对 那它反映完之后的话 接下来到新的一年的时候 有没有 它会过度反映吗 那过度反映之后 它就会回弹 那再来它会有些新的东西 对不对 所以我说明年会变成 很好赚钱的机会 那大概从第四季的下半段 应该就会开始了 那我觉得到时候也是新东西 只是个股上面的话 这个落差就比较大 所以我讲说 第一个 现在所发生的事情 你就是要去面对它 你该做的事情 然后该去反映的 那该去调整的 那策略我也讲很清楚 第一个 你就是要买的股票 就是后面很明确的 它的明确是 你的立即性够 然后市场也够大 对不对 所以你可以用一点点时间 去等它实现 那一旦实现的时候 是很大的 那个才有你这个投资的必要性 那再来另外一种是什么 另外一种就是我刚刚讲的 你保留了一部分的现金 对不对 然后有些股票的话 你还不见得可以抄底 所以我刚刚讲说 其实现在个股都差很多 那我刚刚讲 其实很多人就会觉得 有时候跌下来就不甘愿 那事实上大家 有时候会因为这样的情绪 所以你就会 你就会不舍得出 不舍得出之后 结果它有点更多 对就像我在讲 这个航运的意思一样 那现在也还没有见底 但是很多人还是会觉得 那跌这么多你就是不舍得 但是它没有见底的时候 你就会越跌越多 所以我觉得现在 保留足够的现金 是绝对必要的 那再来的话 就是策略要领定好 那什么样的股票可以布局 我们等一下也跟大家说 好 谢谢老师 给大家投资人 一个很正确的观念 我帮大家整理好重点 就是其实设好听损点 这个部分真的很重要 对不对老师 那决胜的关键 其实就在老师刚刚 帮大家说的三个重点 就是第一个有成长性够的 这些好的个股 再来就是后面空间 有空间有大空间的 那当然第三个重点 就是说你可以保留好 你部分的现金 这样才有足够的有子弹 在未来就是有更好的时间点 就可以来好好的先转它一段 对不对 当然今年的个股 真的是差异很大 下半段节目再跟你分享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非凡新闻通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晚间八点到十点 股市现场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我们立足台湾 放眼世界 每个数字的跳动 都是金流 人生每一步 都是投资决定 与非凡商业台 并肩作战 才能看得更远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非凡商业台 台湾第一个财经电视台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非凡商业台 财经第一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部分的资金先去布局 真正后面好的股票 当然也要保留一部分的现金 保留一部分的现金 是可以让你在后面的时候 那么把握新的主流跟新的标的 但我们先回到现在上面大家来讨论的 或大家所关心的股票里面 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重点是 你不是一定说 我一定要买很低档的 或者是我一定要买高档的股票 其实并没有一定说 你要买在绝对什么位置的股票 而是你要去看说量的股票 它将来的成长性 和它后面的数字 那后面的数字和它未来的市场 和现在股价呼应起来 那它的方向是往上还往下 所以其实你不能够一刀切 所以我一定要买这个低档的股票 或者是说我一定这个 要买这个相对高档的股票 或比较强势的股票 其实不是这样子看 那所以我说即使像是生计 以后也不是都一样 以后不是所有生计股都一样 所以接下来的这一段里面 像生计有一些股票 是你可以去注意的 那可以去注意的理由是因为什么 是因为它后面的东西很明确 对不对 然后它现在的东西照进度走 然后它到后面的成长空间又更大 对 举个例子来说 我们看看就是宝瑞 那你看到宝瑞 它是属于强势的股票 那它事实上才刚刚创新高 对不对 但是你回来看它的营收 对不对 这是9月的营收 9月以后是18亿 那之前的营收就是4亿多 5亿多 那如果再往前的话 那去年的时候 有时候是只有3亿多 也就是说它的营收跳的幅度 你看是增加284个百分点 好 那么年增的幅度也很大 它如果跟去年比的话 那大概是增加什么 去年是这个数字 所以你看去年的数字来比 它的幅度是308% 好 那么增加这么大 是因为它把这个安城併进来 可是你併安城不是只有一天 你不是说我併安城以后 我这个月的营收上来 下一个月就没有了 不是 它是从现在开始都有 那所以你要把它抽丝剥茧去看 对不对 你把它併进来之后的话 重点是什么 第一个你把它併进来之后 它的营收 新的营收 跟新的获利进来 那再来它的领域又不一样 对 宝瑞本来就是这个CDMO这一块 那CDMO是台湾要发展的方向 对不对 那CDMO这一块里面 它还在做扩大之中 对不对 所以它的CDMO又更大 那再来它併进来的东西里面 它併进来的东西里面 是包括什么 包括利剂型的血迷药 对不对 包括新剂型药 那这些是原来它没有这么多的 对不对 所以它等于把它壮大起来 那大家记得它之前还病了另外一个什么 它之前不是还病了一个这个伊甸生医吗 对不对 伊甸生医也是前两个月刚病的 那你病进伊甸生医之后 伊甸生医的重点是在蛋白质药 对不对 这就是所谓大分子药 所以本来的小分子药 再整合到大分子药 是不是 再加上新剂型药 所以它的能力是在扩大 那这个能力扩大之后 将来会产生的重效就更大 所以我就讲说 它的东西来讲 你看它营收获利上来 那营收获利上来还不是只有一下子 对不对 因为你现在看到它九月份上来 对不对 第四季的时候就完整任列 到明年的话一整年就任列 所以它的股价会强 是不是 它要往上面去创新高 对不对 那创新高 我们也不是创新高才跟你讲 是 现在当时在低档的时候 我就跟你讲 对不对 就像之前在低档的时候 在之前我也跟你讲过 当然有时候 我不想讲那么久以前的事情 因为讲那么久以前的事情 那我可以告诉你 我早就已经告诉你航运要跌 对不对 很久以前就告诉你 驱动IC会跌 对不对 那都很久很久讲的事情 是 从我讲的到现在为止 花相当十万八千里 对不对 那个时候还没有人讲 对我讲的时候 没有人告诉你说 IC设计那些会跌 驱动IC对不对 那个时候联永还在四百块 对不对 没有人告诉你那些 我也不喜欢去讲很久以前的事情 因为很久以前的事情 有时候只是去传达一些观念而已 但是呢 它对你现在并没有帮助 对不对 那我们讲的是现在的事情 对不对 那现在的话 我就跟你说保瑞不久前的低点 我再跟你讲 我说那里是你的买点 对不对 因为它的东西是怎样 照记录在走 那再回过头来说 你来看像保龄 对不对 保龄 第一个很多人在看它的营收 那我先讲它的营收是怎样 对不对 它现在的营收的分论 它是二五八十一任列 所以你不能用一个月看 很多人说它九月的营收下来 九月是不是有些不如一起 不是对不对 因为它本来就是二五八十一任列 所以你不能够是什么 你不能够去看九比八摔退 九当然比八下来嘛 对不对 但是十一就上去了 对不对 所以它是三个月一次 三个月一次你要一季即看 但是那个也不是重点 对不对 我说它真正的重点在哪里 它真正的重点是在明年的 重大的突破 那今年年底可能就会有一些 当然它本来也就有数字嘛 所以你是圆埋就有数字的东西 原来就有数字的升级股 再加上明年常见的新的东西 而那个东西已经布局一段时间了 应该说它去年就併了一家进来 那家併进来之后就开始什么 你后面要有很多的 你必须要这个茶厂嘛 你必须有很多的作业要做嘛 对不对 这个作业已经在进行之中了 所以它进行到现在 对不对 预计到明年的时候 就要整个收回来做 对那个是什么呢 那个就是我之前跟大家讲的 这个 它的哪百零的原料 哪百零的原料叫做柠檬酸甜 柠檬酸甜 它其实是非常高毛利的东西 为什么 因为它是一个门槛很高的 而且能做的人不多 所以它之前给它美国的厂商 美国厂商这个给别人做嘛 那那个毛利是非常的高 那个现在它毛利就已经八成以上 对不对 但是这个东西 保龄自己有 所以它要拿回来自己用 所以它去併了那一家 叫做正风化学 这个併购的作业 前面已经完成了 那併购完成之后 进行后面的这些东西 那现在完全照程序走 所以预计明年 就要收回来自己做 在美国市场那一块 因为美国市场是非常大的市场 好 那再回来看 对不对 我刚讲它的 其实它本来是有药症 那年底就小量 对明年就大量 那它的产能现在 保龄本身的产能是80到100噸 那么柠檬酸铁是每一克 每一克大概36块 每一克36块 表示什么 对不对 一公斤是不是1000克 所以你一公斤就是多少 一公斤就是3600 对不对 那一噸是1000公斤 它一共有80到100噸的产能 每一公斤大概是36000 然后加上我刚刚讲它的毛利 至少超过8成 这个才是它真正后面的价值 那个价值就够大 所以我讲说 其实你要看得懂 不是所有的升级都一样 但是你要知道 什么东西后面有爆发的 有一些是值得你去布局 就像我说合一也值得你布局 对不对 当然我不是叫你全压 不是叫你一挡股票 就把它压到满 对不对 然后它中间一有震动说 你就会受不了 但是不是这样子 你要看的是 它后面的东西值不值得 你去做一些布局 来我们来看看合一 合一 合一我上次有讲过 糖尿病逐克氧市场 全球是300亿美金 300亿美金如果一大堆人 再分的话 那我告诉你那也没什么 是不是 但是目前只有一个对手 就只有一个对手 那个对手 卖1200块一条 那么合一的价钱 预计在300到600块 那是你 你会买哪一个 而且出来的效果 目前临床出来的效果 效果是差不多的 那你会想要买哪一个 对不对 300到600和1200块钱美金 是不是 然后一条300到600 它的产能有2500万条 所以你用300来去计算 300块的计算就好 那2500万条如果全满的产值 是到多少 2250亿 2250亿 你要回来看看 那一个市场 和它现在是38亿的股本 你一个38亿的股本 将来潜在有2500亿的美金的商机 2500亿的商机 那这个市场里面你说它好不好打 它就只有一个对手 对不对 市场需求大不大 市场需求又大 对不对 又没有其他的有效的东西 所以你说它值不值得补局 所以我觉得它是可以让你去怎样 用一部分的部位 去买这个长线的梦 为什么 因为投资你要有 也要会做这些 你不能说我所有的投资都要这种 很稳当很稳当的 就是完全没有任何一点点的 机会风险的那些 你要知道机会跟风险是对等的 对不对 你要有这种大的获利 一定会有一点点的风险 对不对 那你要在你的投资组合里面布这些 所以我就说 我认为它是值得补局的 你只要不是说 我全部把它all in 进去 然后突然之间盘一震荡的时候 你就受不了 对不对 但是你可以买一个部分这样 做中长线的布局 因为那个梦 我觉得是值得你去买的 你是可以去尝试的 因为它一旦实现之后 出来的爆发力 就会非常大 所以我认为它将来 接下来以后也会有授权 其实那个金额 我觉得也会很大 因为市场大 所以我才讲说 很多股票你要懂得去怎么做 对不对 好坏也会差很多 所以我们刚刚说像是这个 刚刚讲到像是这个 航运的部分就是 对不对 我也可以告诉你 我很久以前就告诉你 IC设计那里已经要下来了 对不对 但我现在不想去讲 很久以前的东西 因为现在重点是 什么东西对你最有用 对不对 现在你要做的是 买真正好的 你一部分资金要先布局这些 然后你要留下一些资金 那再来的话也有一些股票 它的获利很好的 对不对 有些获利很好的 比方说像看这叫做银帮 银帮第二季的时候是2.74 第三季的时候预估是3.5 现在的股价只有70出头 而且它为什么好 是因为新的合作伙伴 跟Intel新的资料中心的合作 两个东西在 所以有些股票是值得你去布局的 所以我才说现在操作策略很重要 才会一开始就跟大家讲到说 这个很多的操作新法 因为股票市场就是一个 可以赚大钱的地方 但是中间会有很多过程 那个过程里面 你要懂基本面的东西 懂未来的东西 再来你也要懂一些操作的新法 最重要是你的策略也要宁定 因为你策略的宁定好 你该买的时候买 该出的时候出 该集中的时候集中 你把这些都弄好 那就是你下一次赚大钱的关键 所以我说股票市场 其实新法是真的很多 对而且这个有时候 你觉得好像没有很重要 但是事后看起来 会赚大钱的人都是遵照这些 你在什么时候做什么事情 对不对 然后面对市场的状况 你就是要尊重它 有一句话叫市场永远是对的 我觉得某个程度也是这样子 对不对 所以你要做的是 现在的市场 它会有什么样的情况 你怎么去因应它 怎么去把握后面的机会 所以我说 这个大家最近在谈到这些 包括晶片法也好 很多人说那IP股这样子 一下涨一下跌到底怎么样 我就讲你要尊重现在市场的情况 你要尊重已经要发生的事情 对 因为它会有动态的调整 所以我才说 大家如果还没有 不知道怎么做的 当然接下来的话 你要把握第四季还是强调 接下来第四季就很好的买点 记得要把握了 是好 谢谢老师 今天讲了好多重点 所以重点就是在 第四季黄金买点 大家要把握 当然就是要跟上黄金标股了 想要了解更多的投资讯息 股市操作 欢迎你也可以来加入 然会慈然老师 FB的私密社团 社团的QR Code 连接在我们的荧幕上 节目后也有咨询专线 赶快来跟上 我们第四季的黄金标股了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 然会慈然老师 投资朋友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